哈囉 大家好 我是奎迪 又來到了我們 這樣送禮物的 妳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這個月的星座就是金牛座 然後我們請來了金牛座的代表 哈囉 我是阿樂 就我對金牛座女生的了解 個性非常固執 嗯 其實也還好啦 但是對於自己想過 然後認定覺得 喔 這就是對的 我們就會覺得 嗯 就是對的 對 就是這方面的固執 可是是對就好了 不會啊 欸 其他方面我也很隨和的好不好 就例如說吃什麼 我們說隨便 就是真的隨便 很多人就會說什麼 金牛座 很喜歡錢 但是不愛花錢 但這個是看對象 對於工作上 或者是說 如果遇到繞路 我會氣到流鼻涕 流鼻涕 那個時機不好意思 剛剛導航不是說請你右轉嗎 為什麼你這邊要直走 這樣子你會多走5分鐘的路 而且會多收我10塊錢 對 但是我對朋友就會很大方 判斷這個金牛座 他是不是真的把你當好友 就看他有沒有願意花錢在你身上 真的好朋友 可能就是隨便逛個街 看到 欸 適合他的就會買了 真的喔 那你逛那個 新衣尾風之類的嗎 不會 我不太逛那個 網路上說金牛座女生很理性 不喜歡浪費時間在他覺得不值得的事情上 但是你對於愛情上 愛上這個人 大家身上浪費多少時間都可以 對 我是為愛瘋狂那一種 愛到了真的會把所有的經歷時間金錢 花在這個人身上 等到可能朋友說這個人真的不行 朋友講了你就可以斷了 其實自己也知道 只是你還是想要騙自己 欸 我吵架都烈點是吵架耶 一般金牛座女生都是這樣嗎 我認識的都不會太哭鬧 也比較不會用撒嬌的方式去應對 我覺得好難喔 這個也是我要學習的東西 那你改天在吵架之前先講一句 Baby 對不起 可是你一二三四五 那我覺得可以耶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準備的禮物 你一定會喜歡 好 猜禮物之前呢 要先跟我倒數五秒鐘 五 二 一 安妮 錢 你是money money 耶 怎麼那麼好 等一下要請你幫我們做出一個殘酷的選擇 就幫我排列出你心中的前三名 跟金牛座女生會喜歡的前三名 欸 這超難 你知道金牛座是一個很和平平等 然後不太好意思得罪別人對不對 你就直接 好 我會最公平公正 不關槍 嗯 來吧 你想先開哪一個 這個好了 好 哦 真的嗎 不可能裡面是其他東西吧 哇 很讚耶 這個 唉唷 這什麼意思 這個是吉他歌 好 好香喔 有一種木頭香 你懂嗎 我喜歡耶 這個很讚耶 不是因為本身有在玩樂器 就會喜歡這種東西 好 你要先冷靜一下 好 不是這個我一定要講 雖然我已經有一個烏克莉莉 但是都跑去哪了 感覺很像是有人在指引我說該回歸音樂這條路了 我不會想像什麼 但是我會覺得每件事情都有意義 太猛了 哇你收到第一個禮物就這麼開心 對啊 欸很棒耶 下一個 這個好了 喔 香氛 欸可是這個其實是危險的 因為你不會知道這個人他喜不喜歡這個味道 好聞 淡淡的 欸這個好厲害喔 完了 欸都喜歡耶目前 因為我排這兩個我就覺得很難了 OK 再來囉 好 認真 你的小嘴巴 麻將耶 喔 這個真的很有耶 我跟你講 因為我最近在學大麻將 然後我朋友最近翻行家 然後我就一直慌恿他說 欸來啦擺麻將桌啦 大家就可以過去打牌這樣子 可是他沒有麻將 所以現在有了 天啊 欸你看我就說吧 這是一個天意 一個指引 是時候他就會來了 對 欸這很 喔還有籌碼 還有這個 這個是什麼 喔推的呢 喔排斥 可以 我跟你講我從來沒有收過這個跟 就是樂器種類 所以我就覺得收到這種 或者是無可理理 是很讓人興奮的一件事情 很喜歡 沒想到這三個禮物都這麼重啊 你都是一樣的反應耶 欸我跟你講我不是 我真的有依說依 雖然說很怕得罪人 但是開心的時候 就是真的很開心 如果我騙人的話 就是真的很開心 這個擋我的嘴 哇這有點痛好 好 那你現在要幫我排列一下 你會喜歡的排名跟金雲做女生 會喜歡的嗎 對 很難 其實他都是因為個人的喜好 就假設有一個人他不玩樂器 這個可能就會排在很後面了耶 因為對他來說 就不會用到啊 金牛女的話 最保險 可能會是這個 我們算是 會想要把生活過得有質感的人 雖然可能不會去 多花錢買什麼東西 但會希望家裡是很舒適的 所以我覺得香氛是最保險的 然後第二名 是這個 因為 你有機會可以跟他約 你排品好的話 在排桌上 又拉近了一點距離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錯 那第三名 是因為我覺得 不是所有人都會約起 那你自己心目中排名是不是 喔 都很想要耶 沒有那種 全部都是第一名 全部都可以 要 好我先講 雖然最安全牌是他 但我不會選 因為最安全的 所以很多人會送 剛剛有說過 我們會比較想要有質感 所以可能家裡已經有了 喔 所以比較不會是這個 然後呢 應該是我的第一名 為什麼要倒抽一口氣 什麼意思 因為對我來說 這個可能比較是 你要去學習 所以你在練習的時候 一定不會到這麼happy 如果要存開心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不用磨合還不用睡覺 對 而且就是你要精油 做那麼愛錢 這個一定會 就是用這個 來賺錢 哇排名都差很多喔 對 可是沒關係 我們先看完準備禮物的片段 好 這個月星座送禮 就是要送給金牛座女生對象 我 就是標準金牛座 金牛座的個性 就是一頭牛 非常的固執 一件事情 決定了要去做 十個人都拉不回 再加上 非常的鑽牛腳尖 但是 他們的鑽牛腳尖 是針對他們自己 並不是針對他人 對人 我覺得是非常重情重義重感情 我曾經看上一個人一年 但是我需要 用好幾倍的時間 三年啊 四年五年 我才能走出那個傷口 直到我遇到下一個對的人 那你遇到了嗎 不是 還好 金牛座談戀愛呢 不喜歡人家給他配大的壓力 剛相處在一起 你問我 我們要同居嗎 有要結婚嗎 一下子吧 事情規劃得太遠 太感壓力了 反而我們會退縮 那你覺得 金牛座的女生 會喜歡什麼樣的禮物 金牛座不管男生女生齁 喜歡的禮物 什麼意思 買麻將 厲害了吧 麻將是老少嫌疑 男女都愛 收到麻將之後 過年期間還是休假的時候 找親朋好友 一起來打麻將 除了你自己贏牌之外賺錢 你還可以收冬錢 是吧 你收這個冬錢 你就穩賺了 那是不是也是一個 投資理財的好方法 我就是把這個東西 變成你喜歡的樣子 我們直接去看 都是三千元內嗎 對 我覺得黑色還不錯 因為金牛座喜歡質感的東西 嗯 質感代表顏色就是黑色 還是會喜歡哈囉 不會 還是這個綠 太可愛的東西 這個顏色還蠻有質感 黃色也可以 手搭起來 眼睛不要花花的 我們還要愛護一下他的眼睛 哇靠 貼心到底 不適合當對象 蛋黃哥欸 不行不行 要講求質感 不要可愛的 要送就送我喜歡的 真的喔 這是本來不會選太可愛的東西 這是金牛座的堅持跟固執 你懂嗎 你看這些牌子 現在設計成這樣欸 它如果上面有錢的符號 我一定買到 就它了 粉牛犬的禮物 會中嗎 一定會中 這真的是重量金 看不懂 那你為什麼要戴墨鏡 賭神的代表 金牛座要一起發炒 下次打牌的時候可以約上我 牌子也是精心跳過的 上面寫輸不起 我挑的禮物絕對不會錯啦 我跟你講金牛座 就是特別喜歡有質感的東西 永久性耐用 就像我一個皮夾 用了十年都沒有換過 不管它是誰送的 也不管它的價值多少 就是一個念舊 天啊 這個禮物真的是太棒了 希望你會喜歡 欸 有嗎 很有 而且我一定要講 我們真的不喜歡太可愛的東西 我知道有一些長大的女生 她們可能還是喜歡 Hello Kitty 三立歐之類的東西 但是 美 可能有些金牛女例外啦 但是大部分都不太喜歡 就喜歡耐看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買了 然後放幾年之後 你就覺得 我當初買這個好尷尬 你還不喜歡素色的 對 一定要素色 沒錯 會是金牛選的 大重 那剛才講的那些個性分析 你覺得哪些是重的 都是重的 真的很念舊 放不下 然後鑽牛腳尖 就是會有自己想要糾結的一個 會有一個自己小劇場 然後想太多 真的會 了解 你有了解金牛座的女生嗎 我蠻了解 因為我有一個超級好的朋友 她就是金牛座的 我都盡量可以就是送萬元以上的 因為我知道金牛座是對於金錢的部分 是比較在意的 所以我覺得 要讓他們覺得你是她的好朋友 你就要送萬元以上的東西 那我們預算只有三千塊左右 你覺得可以送什麼 哇三千塊喔 金牛座女生很愛漂亮 所以我覺得送每相關的東西 其實我蠻有想說如果是女生的話 就要送她高級感的類型 我上一集有去挑內衣 可是我看那種很好看的性感睡衣 結果看起來有點太變態了 幸好我沒買 真的嗎 對 對 原來是台語我聽懂了 我真的發想就是之前有一個 台語的影片 可是她可以把它講得像韓文 然後呢 以為這是韓文歌嗎 OMG 它其實是 台語加中文 很猛欸 然後因為我們會找一個 韓國明星來跟我合唱 真的假的 還是台灣恐龍 是台灣恐龍 我都知道 兩盒群魚小魚哥 它就是低階版的恐龍 對 雖然我們 就是一個猥褻 但是又很可愛 到時候MV穿你們一定有看 MV什麼時候出 3月1號 欸 那就是已經上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說要美的東西嗎 那這附近有沒有那個啊 VVM Westwood 我剛剛忽然想到 是不是他們的東西 沒有到很貴 會不會有可能有 某一條項鍊是可以送的 看看有沒有一些打折的東西 就可以DSA錢好 飾品的話 目前沒有 最低價位是5千起跳 那如果說是3千左右的話 是鑰匙圈 好 我覺得 我們想要的東西 價錢有一點點 超出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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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不覺得 你知道我最喜歡買的是香氛 送給人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最安全 跟大家都會喜歡的東西 有嗎 有安全嗎 我覺得超安全欸 如果這個人我又不熟 然後他生日我就一定是不想的 你看 在那邊有一間泰國的牌子 就是它的量子 法國的東西 這是安全牌 超好溫 價位呢 兩三千 欸 剛好我可以去補貨 好 可以 是不是那個 什麼蠟燭人精油 是嗎 這個 我覺得那個店很酷 因為我從來沒有還 我從來沒有進去過這個店 我從來沒有進去過這個店 很常去對面 Oh my god 很香欸 太快10秒了 這個是我們看白茶的味道 可以把它放包包 包包就可以了 香香的 超香 這個味道很不錯欸 但是女生都非常適合 欸你們已經認識了對不對 呃 你是不是我今天來買 你有抽成 它是有餘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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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餅 剪刀石頭布 金牛座 我們已經連輸兩排 不能再貴了 要拿出真本事 我本人就金牛座 蛤真的假的 一個金牛座 對啊好多金牛 金牛座就是一個慾望的結合體 不管是信譽或是金錢 信譽可能是他本人 他喜歡的東西又要有質感 又要有一定的價值 那要性感嗎 性感倒不用 我們的前車之鑑 當你跟人家沒有任何感情之前 千萬不要跟人家談到性這件事情 性感也不能談 感性還可以性感不行這樣 金牛座個性是怎麼樣 愛錢 愛錢是一定的 但是金牛我覺得很捨得花錢 他是對不認識的人才會一毛不拔 我知道了 我馬上跑出了一個禮物 完完全全適合金牛座 就送他一個金牛 黃金做的牛 3000塊買得到 不一定要真的牛啊 用黃金寫一個牛字 這樣也是金牛啊 好我就選這個 我個人啊 我覺得金牛他在生活上 他需要過的情感 那我自己啊 比較喜歡樂器 對啊他們都講的很對耶 所以 很對嗎 我有講 你又要人家催修 沒有什麼催修 你也會催修 你也會催修 對因為我還沒嘗試過 比如說你要買吉他 或是什麼其他的一些樂器 3000塊我覺得買不到什麼 但是有一個東西 3000塊可以買到差不多中階 就是烏克利利 第一個好彈 手也不會痛 二來就算不彈 他放在那邊當擺飾也好看 第三點 如果他不會彈 你就可以 教他 我跟你講烏克利的情景 特別是 他們不是還是講到那個嗎 比較琴色的部分 對 這是一個 Edward老師沒有教你的 我跟你講 最近有一個東西很紅 虛擬貨幣 最近要漲了 我跟你講 虛擬貨幣 對 虛擬貨幣呢 聽起來很好賺 但是你要有一個安全的保障 就用冷錢包 管你的 虛擬貨幣 有沒有 3000塊買的 冷錢包剛才已經查過了 剛剛好符合預算 結果我的冷錢包來掛號你錢 是這樣嗎 其實這個發想還不錯 我們這一次 不猜拳了 猜贏的也輸 猜輸的也輸 那就 這三個人喜歡哪個人 如果真的是黃金的一個小東西 我很OK 是你了 因為他是可以變小的 可以想要從後面的腳踏 這樣子踏 哈哈哈 好喔 好喔 大概 3500了 烏克力 你每一集都要這樣嗎 我這樣以後找得到你來的嗎 3300有點超預算 要3500 好 我不會看 我已經忘了 你這樣要怎麼按他的手交 哈哈哈 我幫我問你 你教人的時候 你會去按人家的手嗎 我一定會按 喔真的假的 對 而且按了手又不會動 這是用鐵型 這是牛型 很軟 按你要不要附個什麼樂譜 執法教學是不是 樂譜上網找就有啦 喔 唉唷 這最簡單的 那也非常好 對 已經退了 在秀嗎 包起來 哈哈哈 你確定要對眼睛嗎 他修一波 我看不出來 但他不復補 不復補 不一定跟隨他一看 這挑的真的是對的 這滿好玩的 因為就追那一看 可能很多人會想說粉或藍 但是真的木質最好 嗯 他說請假賣完 喔 調音器有嗎 可以啊 調音器就直接放裡面 好啊好啊 所以你家有 喔這裡有 喔有耶 木吉他有電吉他 在烏克力每天在練 所以我忘了和弦聯絡 啊你要把你的架子也還好 還是 架子我再親自送過去給你 喔 這樣就有後續聯絡了 對對對 然後就可以交換 來 可是我真的覺得 烏克莉莉很危險耶 因為我們是想要實用嘛 但是當你今天沒有接觸 他就是 喔謝謝 啊彈一下 哇可以彈生日快樂歌 然後就沒了 那剛剛那三個禮物 你一決定其實最心動的是 那個 小牛黃金的很讚 欸我跟你們講 黃金很棒 而且他就是 而且他就是錢 欸但是就是很多人 送人家禮物不會挑黃金 他們就會覺得這樣太現實了 覺得沒有經驗價值 你也不會在他身上 你就回家打開保險箱放進去 就再見了 不會啊 但是我以後逃命的時候 我想到你 錢就是最有意義 你就是救命恩人 沒錯 就是送黃金吧 大家 很推薦 我剛剛還想說 如果他贏了我一定超開心 我光用想的我都 笑到不行 可惜了真的 不然他就是 現在這邊的第一名 喔 你要補送嗎 對 你現在直接去拿 不要 不要在那邊裝褲啦 我跟你講 可以耶 欸滿意可以 好像不錯 不錯不錯 木頭顏色滿大的 對 然後以上就是我們挑禮物的過程 滿意嗎 還不錯啊 邏輯完全在線 可能是本身就有金牛座的在裡面 所以就是真的很切忠 所以這一集想要追金牛座的人 真的可以直接參考起來 兩組給你做示範 對 那追金牛座女生有沒有什麼 小沛波 金牛座女生喔 雖然我們都偏務實 但是還是喜歡有一點點小小的儀式感 跟浪漫的感覺 可能這女生提到了說 欸我覺得可能這個眼睛 或者是什麼東西還滿好看的 然後你稍微去做準備的話 他會覺得欸你有把我放心上的感覺 貼心細心 然後把這個人捧在手心的感覺 對 雖然說我們聽起來很愛錢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心意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不到送我什麼 手寫卡片給我 我反而會很開心 那要付現金嗎 當然有的話很好 現在人不手寫 所以手寫他的價值已經高於很多禮物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沒有真的那麼難追 OK 學起來了嗎 以上就是金牛座女生的送禮方向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分享 訂閱 按讚 追蹤我的臉書 IG 還有追蹤一下阿嘍 耶 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我是不可能會道歉的 我要出去深造了 不要攔著我 不要攔我 嗯 搞什麼 送這個真的合法嗎 怎麼辦 幸好我們也有秘密無期 現在我們要來改造我們的 拉個女人的回歸 能夠撼動我的寶座嗎 蛤